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三次 离三次 原来在这个处理方法有些提示给大家 女命 相官见官 书本经常说相官见官一定是黑库 这个例子将会告诉你 她的相官是极旺的 但是经过处理后 恭喜她 结束了 感情是非常非常之好 老公我也认识的 因为这个女性经历了一些问题 也介绍了这个老公给我 所以我拿这个真实的例子 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我也跟大家说 其实女命相官见官不一定是离婚的 罵老公都可以的 不一定是罵老公的 很多事情不满都可以的 所以其实相官这颗星有很多特性 所以不要想着一定是对老公不好的 他可能对某一样东西不好都可以的 你将他的不好的能量点 转移给另一个角色的人 就没有事了 所以不一定是你老公或者是你男朋友 今天本堂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 这个女命 庚子日元 这个女命是属庚金 属庚金 好了 金的女性 见到她的官星 即是情人、男朋友、老公 就是代表正官或七杀 那什么是黑金? 火黑金 那你也看到 月令来说 有个叫丁字 是有个叫丁丑 那你会看到 那好了 这里有数手指 就会有三个观察星 ok 好了 那我们看到了 第二样东西就是女命相官 刚才好了 好了 金金见水 贵水 原来就叫相官一透 相官一透 之余地支汇了一个 害子丑水局 那就是这个强水 通根了这个贵水 那强水黑什么? 强水一定是黑火 谁人都知道 是吧? 水黑火即是相官制官 所以这个女命 就出现一个问题 好了 其实这个女性 就看过很多师傅 那些师傅就说 你那八字 哎 婚姻不用问的了 婚姻都是不行的了 那这样 为什么说到 结三次来三次呢? 那 月上有一个观星 又被一个贵水黑 地支有一个自火 七杀星 又被害水 自害充 又充黑 好了 那你了 晚年时呢 这里又有个丁火 又是有个官星 好了 那这个官星 又是被害子丑汇水局有黑 那所以 一个官 两个官 三个官 那即是结三次来三次 这个八字 哦 这样 那听到很不开心 是吧? 很不开心 那即是一路找其他的大师 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是不是这样 那搞不搞呢 那他自己呢 就去学了 玄学 那希望呢 可以在玄学的途中呢 找到一些出路 那好了 在这个八字当中呢 在他认知的知识来说 就是说 为什么你受不起这个官星 除了你相关之外呢 你的八字伸弱 伸弱 女命伸弱 什么叫伸弱啊 那原来呢 那原来呢 金金见到地资 没有金 得丑土 这个金的无负 那而且还要化水 那就是呢 金化水 那即是金很弱 是不是呢 羞弃太过 好了 那所以呢 你这个八字呢 新若格局 新若格局呢 就呢 任不起这个官星的 所以呢 那所以呢 你的结构呢 如果你想结得到婚,别人教他 你首先要伸强 教他伸强 所以全部叫他一次过换衣服 全部都是金文白灰的 头要剪圆形的 这样教他,令到他金很旺 就受到这个观星了 怎料搞完一轮大龙奉 好像很强,心很强 但是就不知道他强还是对方强 大家都有很多东西嫌弃大家 经常会遇到一些男性不夹 其实我只能够这样说 在一个命格当中 有时不一定要用新强弱去定一个问题 为什麽? 如果这个女命 你想想他伸强就是金旺 金旺自不然就是水旺 水旺自不然再黑火 那就是其实这个火是绝路死硬的 是吧? 所以一样东西就是 这个女命根本就用错了用神 所以原来在有时处理这个问题来说 你不要想着他伸弱就要变伸强 永远伸弱变伸强的时候 处理这件事情是处理不了 好了,那原来这个八字当中 就反过来 是要用点木去帮他的 用点木去帮他的时候 才能够解决到问题 那这个是第一点 那木就是代表要用一些绿色的颜色 青色的颜色 好了,这是其中之一 那第二件事呢,我们就知道了 他这麽强的相关黑个官 那就是证明他要选一个老公或者情人 一定是要曾经做过手术 或者要结婚才行的 所以是这样的 女命原来相关要可能要 要是嫁大夫 要是要选一个曾经做过手术 有病痛的 或者是一生之中遇过一些家庭性的问题 这样就会好些 所以原来我们要教对方 找出他的男性的朋友的结构 那第二件事呢 就是这个人认识个男性 一定是比较主观的 而且很重视朋友 很重视朋友的 所以你不要想着选一些有异性无人性的 所以他要选一些男性的朋友 他跟自己的朋友的 那如果你说我一认识到那个男性 那我想知道那个男性是什麽生肖 合不合不合不 没有用的 为什麽呢 那生肖合不合你 和你本身的命格 要找那个男性是两回事 所以我今天就要讲给大家听 原来你要选一个男性朋友 会这样的 那如果你说我认识了一个男性 但是他没有朋友的 他是责男来的 那即是你选错男朋友了 那即是不用想了 那你选了第二个 那原来这个八字 已经反映到有一种特性 那第二件事呢 就是这个男性 因为他有自害相冲 那所以呢 这个人一定是在远方读过书 或者是外地留学 或者你在外边认识的 那你说 我现在很流行网上认识的 可以不可以的 那网上认识也可以的 以前不流行 现在流行的 那都是可以的 那最好就是这样 那或者你反过来 你出外而认识的 你出外而认识的 那这样呢 都是适合你的 因为这个官星呢 和这两个逆马相冲 那所以呢 出外而认识 那所以呢 我说呢 反而你的八字呢 相冠这么强呢 出外会惹涂化 那所以呢 他就听我说了 出去呢 去喝喝吃吃啊 那这样呢 就会识到一些男性缘 那而且一样东西呢 这个官星呢 是会是在一个 休闲的地方 或者是坐在那儿而认识的 那即是不会说 逛逛街踏散 我想追你 那些那些 那些又不适合你的 因为这个挂像当中 原来看到你的异性 即是可能是坐在那儿 聊天和朋友聊天 那些事情 互相有眼神的交流 或者说话而认识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们都会在这个八字当中 会反映了出来 那所以呢 你要找出这种的特性 那而这个男性当中呢 丁呢 为细心 那所以呢 他做事方面呢 会细心 那还有呢 有时呢 跟你讲的说话呢 是 会有一些保留的 但是突然间呢 他又会呢 会很情急的 或者会突然间 会在街上会遇到的 或者是出现的 所以呢 你会 会认识到这个男性呢 这个男性呢 很有趣的 有些少少 我们叫做什么 神经刀的 什么叫神经刀呢 即是 譬如认识了你之后 突然间打电话给你 你在公司附近啊 你现在下不下来啊 我下来和你喝杯 然后呢 有时就会突然间 哎呀 我明天放假啊 你有没有空啊 不如我们明天去看电影吧 好像很多东西是突然其内 去找你的 那原来呢 就是你这个八字的特性 那所以呢 原来呢 我们要知道 在每一个八字当中 会反映回你识的异性的结构 那我们要知道了 好啦 在这个八字当中呢 那如果你识到一个异性语言之后呢 首先必需要一样东西就是 要增强你的木的能量 木的能量 那所以呢 那木的能量来说呢 就在这个八字当中呢 譬如是方位呢 就是一个东边 或者基本上是东南边 或者是它自身能量的桃花位 都要增强 这样呢 都会令到它的桃花星会出现 好啦 那我们要知道 好啦 那今年呢 任人年呢 那虽然呢 有人形字 但是又有人害合 合住了 又有人与丑合合住了 好啦 那木器一 一 有这个水去转化 水生木 木生火的时候呢 那整个八字呢 就立刻灵活了 那这个丁火呢 又丁荫又合再化木了 那所以呢 那这个女性呢 今年呢 又收到她的喜训了 那所以呢 首先呢 又要恭喜她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他呢就说 那跟这个男子来说呢 是会结婚的 那但是我说呢 你一定要应自害相冲 那应自害相冲 那应自害相冲 怎样应啊 师傅 不明白你说啥呢 其实就告诉你 你是要出外结婚 还有一样东西呢 你比结不旺 所以呢 你千万不要搞大龙凤 那这个呢 就是你本身的八字结构了 那所以呢 有时候有些东西呢 就说 有些人要选结婚 都要懂得选 是究竟适合本地 或者外地呢 适不适合是搞一些 很大型的婚宴啊 还是 随便签章子算 那这些八字 真坦白地说 就是简简单单 那这样呢 反而你的婚姻感情 是会比较稳定些 那第二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 你这个虽然是正观 那但是一样东西 刚才都说过了 你要选一个男性呢 是要结个分离个分 那所以原来结个分离个分 都是属于我们的七杀 那所以呢 虽然你命格走正观 但是你是要选七杀的老公 那就是要是年纪大 要是结个分 或者是曾经有个手术病 那这样呢 这个呢 就是可以解决了你 婚姻感情的问题了 嗯 OK 那如果大家呢 想把握机会呢 就是在今年 就来完的时候 尽快处理了自己人生 一些烦恼自己的问题的话呢 那不妨呢 可以请假一下 王伟星师傅 星sir的 好吗 那下一集呢 我们继续又讲一下 其他案例 好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